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午安 欢迎收看板田战法 我相信你今天又赚钱了 如果你在这一阵子你一直听我的话 那你只要在今年你去买对股票 那买对有产业反转向上的股票 买对有题材的股票 我相信很多投资者 大概你都可以跟我们的会员一样 在这个地方说 每一天我们几乎都有看到获利的动作 反正就是有买有卖 肋骨轮动 低进高出 来回一直操作 那今天我们获利什么股票 大概再跟各位讲 当然碍于法令规定 这个节目我们不能讲 那我们跟各位讲说 我们从过去以来 一路来在做什么哪些股票 这是我在1月3号礼拜五 这是我在1月3号礼拜五在58台 非凡的连线当中 1.30分到1.50分 我强调的一个观念 我说在今天的行情当中 看到LED 太阳能 四季跟IC设计 这四个产业相对比 大盘在礼拜五的时候下跌的时候 它都是逆次抗跌的 那既然是大盘跌的时候逆次抗跌 我当时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 各位常常会听到一句话叫做 万绿从中一点红 就说如果你看到台北股市 重挫三四百点的时候 你看到就有一支股票就是涨了 那我跟你讲 你就跳进去买那支股票 它绝对后面会很强 那天我就引用这个观念 给大家讲说 这个地方四季 抱歉 这个地方所谓的LED 太阳能四季 IC设计 那个礼拜五非常的强势 大盘跌大家逆次抗跌 我说下个礼拜这些股票都会强 都会强 而且有轮动 那因此我选了四档股票 在这里面的代表性 各位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我做的股票 有我做的股票 但我们不能涉及到价位的 这个所谓跟你价位的提醒 这档股票我带会员买过 2340光雷 来 这个地方 今天创新高 这档股票5483的中美金 有没有 今天创新高 这档股票3474的华雅科 华雅科今天创新高 这档股票8069 8069 元泰今天创新高 我为什么要给你看这种东西 就是告诉你说 其实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说 做股票 不是像你想象中那么好做的 我纵使每一天 带我的会员做赚钱的动作 我也不会跟你讲说 股票很好赚钱 因为真的是要研究产业 我今天跟我一个同事开玩笑说 哇 你8点多来喔 我说他8点多来说 今天来得比较早 我说我每天6点半就到公司了 我大概到公司之后 2个小时之内 我都把所有的报纸 这个所谓财经的新闻 全部读一遍 然后每天晚上大概10点 大概是1点钟 12点到1点 我才做下班的动作 我说其实我做到这样子 我都觉得股票市场 不一定是很好赚钱 但是他一定要用智慧去 那我常常看有些人 大概就做做笔记 买个报纸看一看哪个利多 或是说听朋友讲 或是说在节目上 看看老师报什么名牌 再不然就投资奖座去参加 带个笔记本记 如果你这种人都可以赚钱 那我讲句坦白话 那世界上都不需要有研究员 各位真正要赚大钱 你必须很努力的去认真研究 我这几年来看到有一种人 他是不会赔钱的 那种人是身经百战 是那种老士官长 他这一路以来过去输很多 输出经验来了 你真的要让他赔钱 真的不容易 他也不会去做融资 然后就规规矩矩的 然后都会去做很勤劳的功课 但是你说他真的能赚大钱 不会 我告诉你 因为他不懂得产业的变化跟反转 那我今年跟你讲 你要赚大钱 你一定要做两件事情 我还是每天都重复强调跟你讲 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 把你认为2014年的明星产业的个股 投资组合把它找出来 从游戏机LED 太阳能 四季云端 然后穿淡式装置 3D 目前来讲 还有加一个IC设计了 你只要看到 是主流的股票 你要把它找出来 然后这些股票一定会轮动 你就在这里面 哪个积极低我就去买 哪个积极高我就卖 就这样类股轮流操作 每一天都可以做获利动作 我真的不跟你夸张 你可以去查我的口讯 你可以查我的资讯 每一天我都让会员赚钱 这份2014年明星产业股 跟它的基本资料 营收的获利 以及它穿越时空 四季穿戴式装置 跟云段LED 这些产业 我每一次都跟投资朋友讲 你务必一定要把这样的资讯 带在身边 我说当然你自己去找 真的是比较好 为什么 你自己去找你的印象观念 都会比较深刻 然后你会习惯性 知道 了解这些古性 我真的不骗你 当然你说你实在是懒到那种 不能再懒的人 或是你真的没有能力的人 你当然还可以来找我 把这样的珍贵资讯放在身边 那就按照这个东西去 所谓的用心的去操作 那我开始跟你讲说 在这个阶段当中 你要从心态开始调整 我常跟各位讲说 跨住内心的一小步 迎接财富人生的一大步 胆怯者不会登上高峰 放弃者永远不会成功 各位你想成功 一定要努力 如果没有努力 绝对不会成功 股票市场 不会那么好赚钱 我一再地强调 你要很认真 你说老师 怎么每个老师都讲说 股票市场很好玩 一支涨停牌 两支涨停牌 我从来不跟你讲这话 我不认为我在做股票 我一直认为我在做产业 我每一个抠讯 发给我的会员 投资朋友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讲 这个股票怎么样 为什么买它 然后理由是什么 它是什么类股的股票 买在什么价位 我都会清清楚楚讲 那我们来看这段时间 我们做的明星产业股 它的一个成果 这两股票叫801的台通 当时我跟各位讲说 市集最确定的成长产业 做光纤光缆的部分 基地台的设置 一定要用到光纤光缆 它一定要用到 它一个先是用基地台 光纤光缆 然后再来到最后缺角 那种所谓的 应该讲那种高楼林立的时候 有一些死角 死了的时候 你就要用到微型基地台 那微型基地台下面 你要用多头的一个所谓的 端子的端头 那是台阳在做的 其实很多东西一路下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WiFi 然后接下来就是网路设备的 所以我说这两天 网通设备股会强 就是这个原因 来当时买这档股票的时候 您看看 它在36块 当时买这档股票的时候 您看看 它在36块 801的台通 市集光纤光缆概念股 心灵会员 空手者 3636.1 布局买进 建立基本持股 801的台通 内部的台通涨到多少 43.65 涨到43.65 我就没有再给你介绍了 我跟你讲说 这时候我们去换股操作 那换什么股票 我都一个一个验证给你看 其实换什么股票 也脱离不了这个产业 有没有 什么游戏机 LED 太阳能 4G 云端 穿戴式装置 都脱离不了这个产业 来 接下来我跟你讲说 其实很多东西你要提前布局 那不是说等到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利多消息出来 你再来做买进的动作 那个就为时已晚了 你看到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跟各位讲了很多观念的股票 那其实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提前布局卡位的动作 来你看 台通36块跟各位介绍的时候 等到这个利多消息出来的时候 它已经跑到43了 它已经跑到43了 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觉说 一个消息出来 利多消息出来 它过去股价跟现在差了7块钱 那台东做完之后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讲说 穿戴式装置 那时候跟各位谈穿戴式装置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所谓的 这一次美国拉斯维加斯CS展 有没有 预创 我跟各位讲预创 我什么地方买的 我都可以来让你看 那是投资奖座免费送给大家的 12.6到12.7开始 5351的预创 各位您看看 今天再创新高 来到多少 15.25 当时在这个地方 12.6到12.7 12.6到12.7 是这边 是这边 今天来到15块多 那请问你它是什么股票 它是所谓 穿戴式装置的晶片的股票 那这几年穿戴式装置即将大发 即将大发 我都讲得很清楚 那个业绩成长加来会很可怕的 因为这个产业刚刚起来 为什么我说 我形容穿戴式装置 跟3D这个产业是万年起涨 为什么 因为各位 全世界有四大电子展 能在这全世界 全球最大电子展当中 实体的机器 实体的东西 能够真正展现出来 而且是第一次让各位看到 比如说在这 我们看到Google的智慧眼镜 我们看到了所谓Sony的一个iWatch 苹果的iWatch 三星的iWatch 当你看到这些东西出来之后 那就叫万年起涨 这个穿戴式装置 有没有 就是正式起涨 那我也有在前一阵子跟大家讲说 亚马逊的概念股 有没有 也带各位提前布局 2367的药滑 有没有 也是亚马逊的概念股 为什么要提前布局 为什么要赚资讯财 你不能等到利多消息出来的时候 你再去做 那真的就没有用 好 我直接跳到今天这两天 那我做的一档股票给你看 那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会验证我的话 我直接跳到这两天 提前布局卡位的一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各位来看一下 它叫什么 它叫做6138的茂达 它叫6138茂达 在这个地方 从月线来讲 刚刚起涨 刚刚起涨 那我前两天 在这边跟大家介绍 然后跟大家讲报告 然后我怎么讲的 你注意看 这是我跟非凡连线的资料 那我说 2014年提材加产业 选股不选市 CS的大展有四大亮点 其中穿戴式装置 云端预算 3D列印跟自动驾驶 过去我们很少跟各位 谈到自动驾驶的这一块 那这两天我做提前布局的动作 因为它切 因为在最近你可以看到说 有一档股票3706的神达 切入了所谓的一个联网的一个 所谓联网 汽车联网的动作 美国八成未来新车都必备 云端的内容服务 毛利率60%起跳 这是3706神达 我过去在12月4号 12月24号曾经介绍过 那时候神达在24块 今天已经到30块了 其实都是题材啦 都是产业啦 然后这个地方我说 今年各位 所谓的一个类比IC 在这个地方你要特别留意 为什么 因为日本瑞萨 瑞萨这家半导体 在所谓的MOSPHOTO MOSPHOTO 这个所谓的 这个很 这是很专业的名词 叫做金氧半场效电晶体 很难念啦 金氧半场效电 这个所谓的晶体 其实它是很 很专业一个东西 其实我都不太能讲得出来 但是它是一种类比IC 它简称叫做功率半导体 MOSPHOTO 这个MOSPHOTO 这个叫做金氧半场效电晶体 很难念啦 它在这个地方做退出的动作 退出的动作 它占全世界40% 各位占全世界40% 那占40%的时候 就像1999年 春田退出了0603的晶片电阻 就是被动元件的晶片队阻 那后来创造了合生堂 999的神话隔年新高 2014年瑞萨它占全球40% 退出了所谓的一个功率半导体 那晶氧半场效电晶体 简称功率半导体 未来2到3年 这个产业会大爆发 因为它缺货 它会像低润一样工需失衡 因为一个40%全球市占率 它居然退出了 然后接着近期交货期 从8周延长到12周 价格飙涨到3到4成 这个叫做功率半导体 指标国内有3档 一档叫富鼎 一档叫尼克森 一档叫茂达 那如果我们从这基本面去做一个比较 你看到 在这我们来看8261 各位你看 如果你知道这消息 它11月份 11月份涨了多少 涨了80% 11月份到这个地方涨了80% 从11月份到现在涨了80% 3317尼克森 有没有 从11月份到现在 涨了67% 67最近是这样 涨涨涨涨涨 其你可能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为什么涨 因为瑞薩退出 那我就做了一个比较 我说你看 如果我们把这类比IC 这个所谓的一个IC设计里面当中 类比IC的这个所谓的这三加 是瑞薩退出这三加 做一个比较 富鼎前三季亏了0.27 尼克森亏了0.38 茂达是赚0.69 可是各位 它只涨了28.2 所以我今天当一讲这个的时候 观念的时候 各位你看 6138的茂达 直接就拉出喷出了 有没有 10.20的时候 10.20到10.40 在全国非凡商业电台连线的时候 我把这样专业的资讯跟大家一报告 股价从这个地方直接拉抬一块钱 你看这几百张几百张进场 这都是长多股票 为什么长多 你看这月线 刚刚起来第一天 平台整理刚刚突破 搞不好照近一点 这个平台整理再照近一点 照近一点 然后这个平台整理你看看 今天正式突破 这是月线 所以我常常讲说 我做股票是做到这么样的金砖 但是我不知道各位 你是怎么做股票的 我每一天的节目 从周一到周日 12点到12点半一个节目 然后晚上10点到10点半 也是这个频道 也是这个节目 晚上又是一个节目 周一到周五 每一天早上10点20到10点40 非凡58台电话连线 然后周一呢 每一天晚上 每个周一呢 是来宾受邀 一个月有四个礼拜 大概去两到三个礼拜 是在非凡的前线百分百 跟瑞涵 瑞涵现场的来宾 周二到周四 非凡是所谓的财训现场 受邀来宾 在12点30到12点45 周二到周四 在这个运通现场 受邀来宾 1点到1点15 周四是8点50 早上在非凡的股市现场 跟尾如 8点50到9点15 周四呢 晚上11点45到11点55 运通连线 然后周五呢 1点30分到1点50 非凡58台连线 各位我跟你讲说 其实你真的想要成为赢家 专业的部分绝对不能少 你看我跟你讲的股票 每一次 每一支几乎都大涨 而且是波段大涨 各位如果你想成为赢家 我还是重复的强调一遍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赢家 各位你一定要做到几件事情 听我的话 你要做到两件事情 哪两件事情注意听 第一件事情 来 你一定要把今年明星产业的股票 这份珍贵资料放在手边 我鼓励大家你自己去找 找你喜欢的 但大方向我可以提供给你 游戏机LED 太阳能4G 云端 穿戴式装置 3D电影 现在包含一个IC设计 那你可以自己去找 如果你真的懒 你跟我线上罪人联络 好看还有没有剩 免费的把它带在身边 你把这资料带好之后 你每一天看我在做什么股票 跟着同步而行 那个趋势产业的观念 那个很重要 今天不是在这边跟各位讲吗 有没有 我上个礼拜说 LED太阳能4G4IC 这个地方逆式抗跌 代表下个礼拜会强 然后跨出内心的一步 迎接财富人生一大步 然后这地方你看 801台通36到43.5 来 这个所谓的等地多消息出来 都涨上来了 预创今天创新高 12块涨到15块多 来 亚马逊概念股 今天23671的耀华 这两天创新高 然后这些都是出自这样的产业股票 我下个阶段回来 会再陆续跟你证明说 其实赚钱股票都在这里面 各位只要做两件事情 因此在这个阶段 第一个 想要把这珍贵的资讯 带回去的人 可以跟我现在去联络 第二个 请你听清楚 在这个阶段 可以先预约 来跟着我做价差 年后再起算 加长服务的时间 升级特会的讯息 然后封关前大红包赠送 免费版田账法全套的教材 免费技术教学五大好礼 有任何需要的人 节目中广告知情专线 我们全面开放 欢迎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通电话 他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让你反败为胜 我们休息一会 马上回到现场 请不吝点赞 或者是新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固德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固德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固德投顾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过股票双征兆 使您反败为顺的最佳力气 入会咨询专线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投顾 固德投顾 森田药妆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妆 爸爸 鹅牌清密窗 专利复务是岛块 试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清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对家里打鼓也是代用 森田药妆高纯度剥尿酸面膜 森田药妆 欢迎再度回到板田战法的现场 来 今天大盘涨了55点 记得我昨天跟你讲说 最近是一个转折的机会 我说非常清楚地告诉你说 从技术面线形来分析 我昨天还带板田战法来跟你说明说 从技术面来分析 当你看到日黑黑 如果是连五黑的时候 拉回三五支的时候 他就是短线买点 我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跟你讲再加上叶伦 在这个地方美国联准会 已经国会通过了 那2月1号就职了 我说这也是利多 再来我说明年其实国民党要选举 我说其实各位 明年最大利多就是选举 我跟你讲真话 所以你今年真的不要怕 但是我说过 你买对股票是赚钱的 买错股票会赔钱的 一定要买那种 有题材的产业反展向上的 我说过这份珍贵 这一套珍贵资料 它可以让你今年吃不完 它可以让你百战百胜 它可以让你反败为胜 它可以让你过去输的钱 全部都赚回来 2014年民营产业 游戏机LED太阳能4G云端 穿戴式装置3D电影 最近要加一个IC设计 好这个我都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你最好自己去找 真的你自己去找 你会知道那种概念 跟熟悉那种股性 你真的不行了你来找我 把这份资料免费带回去 我今天线上全面开放 但是我希望你每天 拿到这资料之后 你记得一件事 一定要按表操课 跟着我的脚步 那我们来看所有的绩效成果 801台通4G概念股 36块介入 涨到43.65我就没有再介绍了 36块介入涨到43.65我就没有再介绍了 这是台通4G概念股过光鲜光电的 来第二个在这个地方 这所谓的预创 做所谓的穿戴式装置的IC晶片的 有没有当时在这个地方 我都拿证据给你看 报纸登出来 当时提前布局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12.6 12.7 好预创找到哪里15.25 我都给你看证据 我都给你看证据 一个一个给你看证据 就是说我做的股票 全部的产业都在这里面 穿戴式装置 然后再来亚马逊的概念股 短线跑了一趟2367的药华 跑了一趟2367药华 今天创新高 然后先前在这之前 跟你讲的一档股票 买进股票6138的茂达 我说这是一个底部刚起涨的股票 从月线上来看 底部刚起涨 那买进的时候跟你讲 所有的理由 是什么理由都讲得清清楚楚 做比较的效应 茂达的基本面 已经打入了KUGO无人车 及Tesla的一个供应链 有没有 瑞萨今年退出效应 今年出货倍增 然后转投资的一个叫6435的大宗 持有18501张成本9.3元 潜在利益EPS贡献达6.5元 大宗的成功卡会联想的 笔电的一个所谓的动作 来 今天讲完之后大涨一块多 我都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我只把这样赚钱的资讯 跟所有的投资朋友分享 不管这个台 不管非凡58台 我都是这样子 跟你分享专业 然后这档股票记不记得 前两天我在这边跟你讲 我已经进行第三档操作了 智源 有没有 我是不是跟你讲 这个地方21天整理 好它21天整理没有上去 它会走34天 但是我是不是跟你讲 不管涨跌我都跟你讲 说这个3035的智源 如果走所谓的34天 这地方是走一个34天的周期 那对你更有帮助了 这地方低进高出低进高出 能做多少趟尽量做 今天是不是 在这地方是不是 再度的验证我讲的话 当然我们不能讲说 我们做什么动作 或是什么 你可以打下来问询问 这档股票没有输过任何一毛钱 每一次都赚钱 然后接着呢 我跟你讲一个观念就是叫什么 跟着蜜蜂你会找到花朵 跟着我们你会找到财富 因为我们讲的都是专业性的课题 前两天记不记得 我提前带你布局这档股票 它叫做2340光磊 我说做LED的 今年LED是主流 布局价位在哪里 你来看一下 哪边开始出手 12.5到12.6 12.5到12.6 各位 今天光磊创新高 14.7 你自己扪心自问 我带你做的每一档股票 我又没有在这个地方 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 都是产业的观念 有没有光磊做什么 做LED 有没有看到光磊做LED的 记不记得我过去跟你讲 这档股票你一定要买 因为它从底部起涨 因为它是四G概念股 当时我在这边跟你介绍 它底部爆量 当时的价位在哪里 你自己来看 当时价位在32块 32块 3042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经济 今天再创新高 已经来到37.8 当时32块 好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做的股票 全部都在这里面 全部都在这里面 你扪心自问 前两天的时候 在这地方 我又没有跟你讲 4D概念股 我带你做这档质益 当时44块 有没有 请导播把字幕拿掉一下 这44块的质益 有没有 44块质益 来各位看一下 3596质益 今天多少钱 52块4 好我都没有说谎 我都跟你讲 带各位买这档股票 明后天注意这档股票 明后天注意这档股票 底部即将再做变盘的动作 我常跟各位讲 一碗好吃的酸辣汤 其中酸辣的滋味 只有尝过的人才知道 跟着我们操作 您会财富重新的重整 重新的改变 也许一通电话 就能让你改变一生 让你百败为胜 来 先预约做价差年后算 加长服务时间 升级特会资讯 封关前大红包 赠送版年大红全套教材 免费技术教学 五大好礼好好把握 把这赚钱的资讯 投资组合一定要带回去 一定要把他带在身边 跟着我们每天一起来操作 想要成为最大的赢家 一定要从专业开始做起 今年2014选股不选市 操作题材跟业绩成长的股票 想要赚钱把握这个机会 祝福你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税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慎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是陈彦博 每次极低冒险 安全是我的坚持 我喜欢冒险 但绝不冒险酒后驾车 只要喝酒 就应该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 我不喝酒 我当指定驾驶 负责开车送朋友 出来了 货找亲友接送 也可搭乘计程车 只要喝酒 就不开车 交通部关心您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货得头部 拥有期货股票双证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顾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头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头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头顾 顾得头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头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 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证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头顾 顾得头顾 将冲资料顾得头顾顾得宝 大人机灯 什么 其他人 你不愿意 这都顾得宝 怎么能够 好 参加 公子 奇怪 看起來要吃 我都不會洗 看什麼 這麼洗就洗不完 錢就像在放水了 豆瓣給我看就不是 我看妳看的 妳再用不下去 妳每天忙來忙去都忘了照顧自己 我當然要按時幫妳繳國民年金 妳是是有保障 而且現在自己只要繳60% 保障就有100%